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今天上午美国关闭了他驻成都的总领馆 早上6点18分 领馆旗杆上的新条期被降下 10点钟领馆撤离 关闭事宜完成 中方随后从正门进入领馆实施了接管 老婆要说 据我了解 虽然中美这一轮护官领馆 是两国关系极具恶化的标志性事件 但是关闭成都领馆的过程 还是进行的非常平稳顺利的 美方的撤离和闭馆程序 完全遵守了中方的要求 中方的接管过程也是非常文明的 在当前局势的大背景下 双方在这一具体事件上 都遵守规则的表现应当予以鼓励 老婆希望这种对规则的遵守 能够朝着中美关系的更大范围扩散 当然了 老婆听说 美方对成都领馆当地雇员中 一些人的经济补偿不到位 引起了他们中一些人的不满 我觉得这挺不够意思的 那些人虽然都是中国人 但他们为美国做出了贡献 美国政府有着庞大预算 他们又不是资不抵债的破产者 真应该既遵守中国劳动法 也遵守他们对中方雇员的相关承诺 把善后做好 中美护官休斯顿和成都领馆 完全是美方一手制造的冲突 将对两国社会交往造成负面影响 大国之间相互交往变大 人员来往多 都需要有多个领馆参与服务和管理 特朗普政府关中国的休斯顿领馆 这招太low了 中国的反制让美方非常清楚了 它不守规则的代价 华盛顿的确需要这样的教训 特朗普曾表示 美国有可能关更多的中国驻美领馆 但目前美方还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威胁 美方汲取教训 不再扩大双方互关领馆的可能性 也是很大的 美国人很会搞文宣 他们的驻华使馆微博 针对成都领馆关闭 发了不少表达恋恋不舍的 温情默默的帖子 大家看一看也就罢了 护官领馆是中美大博弈下的 一个冷冰冰的动作 对这一现实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清楚的 美国外交界如果真的 对中国人那么友好充满真情 就请把这些情感转换为 美国的实际对华政策 对中国下手这么狠 说出的话又那么深情宽宽 这太超现实主义了 这让人怎么接 最后我想说 中国公众这一次很关注关成都领馆 但是表现总的来说蛮成熟大气的 大家的态度很鲜明 但很少有过激的现场行为 这个事件被摆到了中国社会心里的 一个恰当位置上 这与对外摩擦总会引起激烈的社会反应的时代 拉开了距离 美方想对中国社会进行挑拨的图谋 这根本没戏 这挺好 谢谢